这节课主要就是学习了一些这些基本操作 然后我们这节课的话呢 首先要去学习的就是我们右侧的这一堆属性 虽然看似挺多 但实质上非常的简单 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来去建一个矩形 那么这个矩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这些参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在做交互命令的时候呢 必须要知道它的一个意思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位置 那什么是位置 说完了就是X和Y的这个坐标 那么我们呢 要搞清楚这个X和Y分别是什么 这样的话才会帮助我们呢 更好的去理解 就好比说呢 这个呢是一个矩形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工作区域的画板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矩形 我们自己画的矩形啊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以这个地方为整个轴 比如这个地方是个轴 那么这个点 就这个地方 这个点 它的坐标呢 是0 逗0 这是这个坐标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矩形 它的坐标的X 其实指的就是哪里 指的是这个点 这里控制的是我们这个X 然后Y的话呢 指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控制的是Y 就是这么去算的 那么为什么说 是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点 而不是说右上角的这个点 来看一下 那么在PortPay软件中的话呢 它是这么着去进行安排的 整个物体的坐标呢 是由我们小物体的左上角这个点 给它 以它为标准 去进行这个安排的 比如说刚才的话呢 来我给你画个画条这个线吧 比较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它所指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Y轴 这个地方所指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X轴 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标准点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改它这个具体位置的 就要大家待会儿继续往下看啊 就知道在哪里去改了 好 上面这个呢 是我们的X轴 以及这个Y轴 这是X 现在呢 是134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 我们当前整个画面的宽是375 也就是说 当我把X变成375的时候 我们的X它的位置 就看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X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X 而X就等于我们当前设备的总宽度 就是375 这个宽度 那Y的话呢 就会相应的稍微少一点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会更好的去理解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的话呢 也是在专业UI设计软件中啊 都是会存在这种坐标系统的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坐标 怎么去算 对吧 以及X 具体指的是哪个值 指的是我们横向这个值 Y指的是纵向这个值 那么这边就是X轴跟Y轴的一个坐标值 我们呢 再看一下这个大小 大小的话呢 这个很好去理解 指的就是我们当前选中物体的长跟宽 就是这个大小 那么在调整大小的过程中呢 它中间呢 有一把这个锁 这个锁的话呢 那各位设计师们应该不会陌生啊 这个锁的意思就是叫锁定比例 当你把这个锁开启之后 它的比例呢 会同时会有一个这种变动 那我们这样先点一下 那点中之后呢 比如说我这边的输入500 那么它后面相应的也会变成这个500 这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更加精确的去调整里面的数值 我们来看一下在工作区如何去调整 我们所选形状的一个大小 首先呢 按住Shift键 等比例 等比例进行一个缩放 只是说你用这种方式进行缩放的话呢 它的在宽度和高度上 可能就会出现小数点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们做设计的话呢 其实尤其是做UI设计啊 尽可能的去避免这种小数点的一个出现啊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 只是个页面交互效果 对吧 它只要能展示出我们页面的一个交互逻辑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边出现小数点 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页面的时候啊 XD里面 Sketch里面 那些里面就尽量不要出现小数点了 那下一个属性呢 是旋转 旋转的话呢 其实就是给它的这个角度 给它呢 去增加一些旋转值 但是呢 大家也没有发现 它是以谁去作为一个旋转的 你看 当我这边给它增加数值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呢 点击这里呢 给它去移动 当我给它增加这个数值的时候呢 它会始终会以这个点 也就是我们坐标算的那个点 为中心进行一个旋转 这是一个旋转角度的一个设定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呢 这个X跟Y的坐标值是由左上的点定的 然后旋转呢 也是由左上角这个点去定的 那能不能去改左上角点的位置 当然是可以 这就是我们下面这个锚点 锚点这个类型呢 它就是修改我们当前所选物体的一个标准的这个点 比如说它现在的话呢 是在整个物体的左上角 那我们可以呢 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公字形格子 我们可以将锚点呢 变换到 这些位置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当你点击中间的这个按钮的时候 那么它旋转的中一点 自然也就变到了中间 这个位置 并且呢 大家会发现 它下面的X跟Y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话呢 它这边的值呢 是0和0 那我搞成中间之后呢 它变成了50 那么这个地方的XY 和上面的X 以及这个Y 有什么区别 这也是一个我们PotPi软件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地方的XY 和这个地方的XY轴 到底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地方的XY 它这个PotPi软件啊 是这么着去进行一个规定的 就这个点呢 这个点到外面的整体 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呢是Y 这个呢是X 然后呢它再到 然后呢它再到它自己的这个点 就自己的这个位置 它也有一个Y 也有一个X 那么对于这个点而言 它呢就是0 到0 那么也就是说 那我们这个点自然就变成了什么呢 因为你走了一半嘛 走了一半的话呢 那这边就是50 这边呢也是50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X跟Y的一个作用呢 就在于 这个地方的X跟Y 是由它物体本身自己的坐标点去控制的 而上面这个地方的X跟Y呢 是它和我们整个画面去决定的 就这么一个区别 一个是和自己比 一个呢是和整体比 它都有两个不同的X值和Y值 那你也可以通过呢 去给它进行微调 给它呢去移动 我们这个锚点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不再是我们标准工资格的这个锚点了 所以你也可以给它 对它进行一些微调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锚点的话呢 它会直接影响什么 首先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旋转 比如说我们这样再去让它去转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给它进行个旋转了 会以整个物体的中心点 让它这么着动起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锚点非常非常重要 它会影响我们后期呢 去做一些交互命令效果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下方的这个响应式设计啊 这个响应式设计的话呢 在我们的交互软件 在这个设计软件中 也挺常见的 比如我们写一个叫 开始 开始播放 然后给它呢 把这个字对齐 框选两个 看看 框选两个 给它进行收缩 那你会发现 我这里在给它进行收缩的时候呢 它四周的边距都是等比例的 给它进行一个缩小 放大 我们的字呢 始终都是处于一个 居中对齐的 这么一种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一些 不同的这种参数和数值 可以给它呢 产生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效果 当然像这种效果的话呢 也是要看你实际 你要做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交互命令啊 这个东西 它主要就是我们绘制造型的时候 你这么一拖 对吧 你在拖的时候 不会影响它一个对积效果 并且可以保持某个边距 就一直锁定住那个比例 主要就是这个事情 那像这个透明度 透明度的话呢 顾名思义啊 就是给大家去显示 然后呢 再隐藏 就这样子 圆角 圆角的话呢 其实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这个矩形 矩形的话呢 我们之前的设计软件啊 都可以在这边有小点点 给它变成圆角 但是在PortalPay软件中呢 我们需要选中这个物体 来再把圆角呢 给它拉大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胶囊状的一个造型 就变成了这么个造型 然后也可以通过这 给它继续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圆角矩形 就像这种 一个小圆角 这样子的啊 就通过这个地方 给它进行调整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的话呢 这一堆就很好去理解了 有颜色 颜色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物体 自己的一个颜色 边框的话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描边色 阴影的话呢 就是一个物体的阴影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来点击一下 点击好之后呢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 实测器 上面呢 是移动色相的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调整 我们颜色的明度 以及这个纯度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调 这样吧 我把这个文字的颜色 把文字颜色改成一个白色吧 这样子 然后继续 再点一下 它这里面 你除了可以自己呢 去改颜色之外 也可以点击吸管工具 你可以去吸颜色 里面的吸管工具 非常非常好用 我们在PS吸颜色的时候啊 吸的是非常新类的 有的时候你不放大吧 你真的吸不住那颜色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PortoPay软件的这个吸色 吸色器 有这种放大镜功能 所以你可以去 吸颜色的时候呢 会吸的更加准确一点 而且呢 这个工具啊 连自己都可以吸 比如说你把它放到这里 点一下 颜色就能过来 所以它里面这个吸管工具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这样你再去吸颜色的时候 直接往这一放 对啊 肯定能吸得住的 像这些啊 然后透明度啊 透明度的话呢 它控制的就是我们 这个颜色的一个透明度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降低 再拉高 这是透明度的一个意思 很简单 它木位的话呢 这边是有勾 勾上去就是有填充属性 不勾的话呢 自然就没有 就什么什么都没有啊 然后再看一下边框 来我们先把填充关掉 只看边框 边框的话呢 其实就是类似做一个这种效果啊 我比如说 可以把里面的文字颜色 把里面文字颜色呢 改一个稍微暗色的 那么这种幽灵按钮就有了 对吧 很简单 那边框的话呢 里面有哪些常见的参数 这个啊 实测器和刚才的填充实测器啊 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它主要就是说 来看一下它的描边的方向 这种呢 叫内描边 这种呢 叫居中描边 这种呢 叫外部描边 这个呢 是修改我们描边的一个宽度 这个应该也不会陌生 我们比如说把宽度可以拉高一点 就可以变成一个这个样子 那大家会注意到 现在的描边呢 是往里面收的 因为你现在所选的呢 是我们这个叫内描边 是一个这个内描边这个效果啊 然后我现在呢 可以把它的位置进行改动 我改成第二个 居中描边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改成第三个 第三个呢 叫外部描边 我们再点击第三个 就是叫外部描边啊 就变成了这种感觉 这就是描边的属性 也很简单啊 再把它关掉 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叫阴影 来我们先把填充打开啊 把填充打开 然后给点圆角 字的颜色呢 再重新变回我们的白色 因为这样会更加合适一些 阴影的话呢 有哪些数据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阴影的一个默认参数 那么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 一个比例关系 Y Y指的是什么 Y指的是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物体 然后影子 就有我们物体的Y指的一个位置偏移 说白了 Y就是控制上下的 X呢 就是控制左右的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给这个X呢 去增加一些数据 你会发现我们的影子呢 就是左右来回跑 这里其实基本上 我们都是给这个Y指啊 给Y指的情况呢 会比较多啊 那什么叫比例呢 比例就是说我们Y和模糊度 在有的软件中呢 模糊度是会用一个字母叫B 会用一个B去表示 因为模糊的单词是B字 B作为首字母的啊 所以有的软件会用B去表示 那比例关系就是说 Y和B之间是二倍的关系 而且你看在它的默认参数中呢 也是为二倍的关系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Y指不够 我给它呢 去变成4 那变成4之后呢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把相应的模糊值 乘以2 24得8 就会变成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我们把模糊值的扩散也增大了 颜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吸管工具 吸一下它自己 好 吸掉自己之后呢 其实并不明显 把填充度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透明度啊 拉高一点 就做成了一个现在这种感觉 就这种效果啊 有个小影子啊 迷散阴影嘛 对吧 所以说这边的话呢 可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啊 给它进行调整 就行了 比如这边是10 那我们这边呢 就乘以2倍 那就20 这种迷散阴影的话呢 分散的那个会更加多一点 那种漂浮感会更好一点 这种效果大家应该不默示啊 现在已经满大街 很多 很多这种迷散阴影啊 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 这样给它进行一个制作 那么刚才的话呢 就是说完了我们上面物体的一些 这种详细的参数啊 上面这里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框 这个框里面主要 它这个字很小啊 这个字的话 你打开软件之后 这个里面字本来就特别特别小 这个里面呢 它主要说的是什么 主要说的就是说 我们所选中物体的长度 宽度 位置的X轴和Y轴 以及锚点的X轴和Y轴 其实就相当于 把下面一些参数给你汇总了一下 然后有一个图形界面 做一个展示 就这样子的 然后再往下的话呢 有一个叫乐趣范围啊 今天我们先不会设计到乐趣范围 所以暂时呢 先不说下面这些东西 我们只看上面这些 这是举行的一些详细的参数 那其实呢 像圆形 圆形的参数和举行的参数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有什么区别啊 一样的 从上网下看 没有区别 一模一样的 然后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文本的参数啊 文本的参数 把这个先删 不用 我们就 就看这儿 就看这个地方 我现在先点击的是 默认的文本 这种最普通的文本啊 普通的文本呢 就是打个字啊 就行了 那普通的文本的话呢 具有哪些属性 有很多和刚才所说的 都是一样的 F4轴 Y轴 对吧 然后呢 宽度 高度 没什么特别的 旋转 一样 锚点 和刚才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改它 末日锚点的位置 所以说是00 想硬认设计的话呢 想硬设计啊 其实它自己 如果你要选中的是一个物体啊 那也不能用 它必须要有两个 才能去用这个东西 下面就不一样了 从下面开始啊 就是我们 字体属性的一些 独有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功能 叫设备 默认字体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用PodelPi 去做做的时候 你不用去改这个字体 因为大家知道啊 在我们的设计规范中 比如说iOS iOS默认使用的字体呢 是平方 安卓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 要用的是思源 思源黑体 对吧 但是呢 它这里面有个好处 是什么好处 因为呢 我们这个效果图 是要放到手机里面的 那么里面这个文字的字体呢 会和你系统 就你手机 那个设备啊 系统的字体 会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 不用去选择什么 别的字体 你是苹果手机 把这个效果 传到苹果手机里面 那它这儿 就是平方字体 然后呢 你比如说 你是这个安卓 那在你手机里面呢 它就是思源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这种功能 当然比如说 你就是要改 比如这里改一个 阿里巴巴这个字体 阿里巴巴普惠体啊 比如你就是要改 那你改了之后呢 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当你传输到 自己手机的时候 你的手机 可能没有阿里巴巴 这个字体啊 对吧 那没有字体的话呢 它显示上 还是会出问题的 它还是会老老实实 给你显示成 系统自在的字体 这个地方啊 除非你手机里面 也有这个字体 嗯 好 那我们这边 一般默认的话呢 选择的都是叫 设备默认字体啊 就好了 自重的话呢 一个是正常自重 一个呢 是加粗自重 没什么区别 都是我们平时设计 经常见的东西 字号的话呢 就是修改文字的大小 颜色 改文字的这个 姿色 这种 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文字啊 看比如说这个文本框 我要换一个颜色 比如说呢 我现在所选择的 这个文本框 对齐方式 就是说这边呢 是左对齐 把这框呢 再稍微拉大一点 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齐方式 主要控制的是 我们文字的内容 和文本框之间的 一个位置 默认的话呢 是左对齐的 我现在是给它 手动改成了 这个居中对齐而已 那我先选中它 我现在点的是左对齐 它就长这样子 居中对齐 然后右对齐 那下面这一排是什么呢 下面这一排 它主要指的是 这个字和整个文本框的 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呢 叫上顶对齐 对吧 居中对齐 再底对齐 其实它这些功能 组合起来的话呢 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个东西啊 有点像锚点 就你可以把你的字呢 放在这几个 公格里面的具体位置 都可以去放的 所以这是关于我们 文字的一个对齐功能 那么下面再看一下 行距 行距的话呢 那我这边就要再 把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字啊 再多一点 我们打上个中文字啊 黑码成选 然后深圳校区 那么它当前的话呢 这个行距用的是1.2 1.2倍行距啊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 将1.2呢 给它进行调整 比如说可以 稍微拉大一点 或者稍微缩小一点 比如说非常经典的 1.5倍行距 这种 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调节 圆角的话呢 我们这边实际上呢 是要配合什么去用啊 注意啊 下面这个 要不太一样啊 要不太一样的 它为什么说 这个地方有个圆角 并且你现在给它改圆角 你会发生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是由于呢 是由于这个原因 虽然说我们现在打的 只有一个字 但是你可以给这个字 外面呢 加上一个框 在这个地方 勾上一个颜色 那勾上颜色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呢 它后面呢 就多了一个底色 然后就可以点击 这个底色呢 在这些地方给它 给它去换一些颜色 这些都可以的 但是要记住的是呢 我现在没有自己画矩形 我没有自己画这个矩形 我只是做了一个文本 这个是我单独化的矩形 然后这个呢 是我做的文本 然后用它的属性 改的一个矩形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好 这是颜色 然后边框和之前的一样 阴影和之前的也是一样的 内边距 这个就不一样了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来个左对齐 当你这边选择为左对齐的时候 你看它是贴着边的 但是我们这么样 给它进行设计的话呢 在视觉感上 它又没有很好 因为贴着边设计 其实不太好的 对吧 那它里面就有一个功能呢 叫内边距 内边距的意思呢 就是说文字到周围的距离 比如说贴着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把数据给拉高 让我这样子给拉高 好 那么拉高之后呢 你发现字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 因为它的间距呢 内边距太大了 也就是说它现在内边距 已经非常非常大 大到把它挤没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 只需要左侧增加内边距 上下右方向呢 是不需要去动的 那这就很好办呀 我们勾选内边距 先统一归零 注意把下面这个选项 就这个 叫所有边 内边距相同的选项 给它进行去除 去除之后呢 就可以呢 把这个地方的值 给它进行一个增加 那么增加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的字就慢慢的往 右侧去靠拢 并且呢 字也没有发生消失的这种状况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只是把这边的边距 进行了增大 其他都是没有动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实用的 这么一个功能 叫内边距 下面的话也是 乐趣范围 下面这些我们今天 是不会涉及到的 所以暂时呢 先不去说它 把这个呢 先取消掉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文本属性 的一些参数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学习的话呢 大家就要知道啊 我们当前眼前的这个效果 是一个图层做的 就是一个图层 没有两个图层 就一个 对吧 它唯一的好处就好在什么地方呢 哎 你双击 你可以改字啊 对吧 然后点空白地方 样式就又回来了 而我们第一次所做的那个效果 就是这个 那我们第一次所做的这个效果的话呢 是自己先绘制举形 然后呢 是自己在上面呢 又给它加了一个字 这是我们上 刚刚是这么去做的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 只有一个文字图层 那么在文本里面呢 还有一个属性呢 叫输入文本 输入文本和刚才的普通文本属性 大体相同 但是呢 存在一点点这个小差异 我们先看一下 有哪些是相同的部分 相同的部分 我们就不再去讲了 来快速过一遍啊 XY轴一样的 大小一样的 旋转一样的 锅点一样的 这些这些都一样的 好了 从下面开始 从这个区域就开始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哪里不一样 它下面这些设置其实还挺多的啊 首先呢 来看第一个叫默认文本 什么叫默认文本 比如说叫 请输入 您的 邮箱 回车 那这边呢 就变成请输入您的邮箱 然后打开预览窗 点击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字实质上呢 它是有的 我们需要呢 给它删除 然后再去给它进行一个 这个填写 才行 但是这实际上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的效果是什么呢 就默认长这样子 你一说文字立马就没 但是它现在的样子是 你一点 它不会消失 你还需要自己手动 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英文就出现了 然后再去填充 它才会消失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 默认文本啊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你打开 这个淘宝APP 进行购物的时候 它那个搜索框 对吧 搜索框里面呢 实际上是有些文字 而且并且你点击搜索 它也能搜出东西出来 有点像那个东西啊 就默认给你的一些 这种关键字 这个 那我们先给它删掉 那你默认文本 收进去之后呢 可以改字体 改字中 改字号 改颜色 改对接方式 和之前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其实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实质上呢 要改的是一个叫 输入提示 这个呢 是我们真正想要改的 一个这个东西啊 来我们给它勾上去 默认就是勾上去的 将文本呢 改成 请 请输入您的 这个关键字 改成这样了之后呢 来我们打开 我们的预言窗 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实现 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用手 当用户用手啊 去点击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来去输入数据 当你一输入数据 这些字会自动消失 这个呢 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效果 它的名字呢 叫输入提示 这个功能 然后再往下看 叫背景选项 那么背景选项的话呢 和刚才普通文本的属性呢 就是一样的了 首先圆角 把它默认的这个呢 改变成个圆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边框 就是描边的一个样子 这边都可以改 和刚才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还有我们的投影 投影也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编剧的话呢 如果说你觉得 我们这个请输入 您的关键字 离左侧的距离太近的话 那就改这个那边剧 改左边剧 给它增加一些就可以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字号呢 有点太大 那我们呢 就需要改的是 我们文字的这个字号 改小一点 你看它会自动和整体呢 聚用对齐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 这种效果 我们放到手机里面的话呢 大概是一个这个长度啊 哎呀太长了 稍微少一点 打开预眼窗 看一下 就这种感觉 然后当你一点 我们这边就可以 正常的输入一些文字 这种东西就可以了 它就好交好载啊 就你一点吧 就会有个键盘 这个键盘 和我们平时生活中 是一样的 然后你要是把它 它传输到手机里面的话呢 这个键盘 它也可能会变成 就你自己手机装的那个键盘 因为大家手机里面 可能不见得 所有人用的都是默人的键盘 那有的同学用的 它可能是自己装的什么搜狗啊 什么训飞啊那种 所以说你在手机里面打开的时候呢 弹出来的不见得就长这样子 它也会根据你手机系统 那个键盘的设置 去决定的这个这个效果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文本的属性 像输入文本的属性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它的类型 那我们也说了 我们可以更改这个键盘的样子 比如说可以是个普通键盘 也可以呢 是一个输密码的一个键盘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键盘选项 这个位置呢 给它进行调整就可以 默认的话呢 就是文本的 文本打开的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键盘啊 你要是需要密码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字 在这个 在这里去改 不要习惯双击 这里面双击是没用的 不用试了 必须在这里去改 要请输入您的 密码 然后按回车 这样就行了 然后把文字改好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是在类型中 改成一个叫文本密码 或者说叫数字密码 这时候再打开预览窗 点击 它就是变成了我们一个 标准的数字键盘 并且呢 你在输入东西的时候呢 会变成我们的小点点 对吧 生活中输密码也是如此的啊 好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说呢 到我们按回车 就是你 电脑上有回车 然后呢 手机里面那个键盘呢 也有回车 就是你按了回车之后呢 你可以给它指定 属性 默认的用的是前往啊 就是一点击键盘会消失 键盘风格的话呢 有一个石墨色 还有个浅灰色 这个东西啊 刚才也说了 这个只有IOS系统会支持 这个东西 安卓是不支持的啊 好 再往下有两个默认属性 这个大家就不要动它了 默认就长这样子就可以了 光标消失选项 点击回车 点击输入图层以外的区域 什么叫光标消失 那我这样一点呢 叫光标出现 这样一点呢 叫光标消失 它现在意思就是说 你按回车键 这个光标呢 就消失 光标消失 手标键盘 那就消失 然后点击图层以外的区域 这个呢 叫出现 点击它以外的区域呢 这个叫这个命令 一点也消失 所以这个这两个东西 我们就一直默认就可以了 挺好的 很实用 好了 那么这样就结束了 这是关于我们 这个文本 输入文本的一个详细参数 主要就这些东西 不难 虽然说看似挺多 但是你好好去看的话 都会发现 真的很简单 像这些效果 现在我们说了很久啊 就是把一个叫 形状的属性 以及文本的属性 主要呢 就刚才所说的 这些内容 然后今天的话呢 就先教大家 制作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呢 想必大家在工作中 应该是会用的 用的到的 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做一个 基本页面的一个跳转 你看我这边呢 有三张图 一个这个 这个呢 是首页 这个呢 是发现页面 这个呢 是我的页面 那么我们要做的 效果是什么呢 当我点击 发现的时候 它就跳转到 发现页面 当我点击 我的的时候 它就跳转到 我的页面 来我们今天啊 就先教大家去做一个 这种效果 那么 这种基本页面跳转 操作熟练的话呢 其实 在大概五分钟吧 就能把这个东西做完 来看一下怎么去做 只好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所有东西 首先呢 我的这三张设计稿啊 是iPhoneX的一个版本 因此的话呢 我需要先在设备中 去先去选择为 iPhoneX三倍图 好 选好之后呢 分析一下 这个交互逻辑 什么逻辑呢 这个呢 是属于我们第一个画布 长这样子的 发现呢 是属于第二个画布 我的是属于第三个画布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 PodPie软件中 去见不同的场景 在这个软件里面的概念呢 叫场景 场景的话呢 需要点击这个位置 来看一下 点击这个图标 就可以切换不同的场景 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 点击加号呢 可以是第三个场景 我们呢 先点击 双击啊 双击第一个场景 就会进到这个页面 我们先把这一堆东西呢 给它进行删除 好 那么删掉之后呢 来把我们的第一张图 拖进去 给它 对齐 因为里面的这个对齐功能啊 实在太好用了 但是呢 还是要跟他去说一下 它里面这个对齐面板在哪呢 对吧 因为它里面好像也不太注重这个对齐啊 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藏着呢 在这呢 在这个位置 这个里面对齐和我们软件中的那些对齐啊 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居中 居中 顶对齐 右对齐 左对齐 平均分布 是在这个地方的啊 在这呢 不要找 嗯 好了 这个呢 是第一个页面 放在了第一个场景 我们呢 再双击第二个场景 再把第二张图拖进去 每个场景放一张图 来我们用一下吧 看 居中对齐 再给它个顶对齐 来就就行了 再点场景 添加 来 这是第三个场景 再把第三个场景 拖进去 还是老样子 给它进行一个 对齐 好 那么对齐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实现的效果 就是说 每一个场景里面呢 都有 都有一张这个图片 这是我们现在呢 所做的一个 这个效果 双击这个字 可以给它改名字 场景一的名字呢 叫音乐馆 而且大家要养成 这个改名字的一个习惯 这个呢 叫音乐馆 然后场景二呢 叫发现 场景三 叫我的 可以了 这是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每一个场景 对应 每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 反正你就是把整张图片 全导 全导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 导入好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学习的是 如何让页面之间完成一个跳转 好 来先回到第一个场景 这个里面就用到我们的一个叫 容器层 这个概念 那么容器层的话也说了 它和这个组 差不多 来感受一下什么叫组和差不多 我这里给它建几个矩形 Ctrl加C Ctrl加V 我复制很多 它们都在一起 然后我选中它们按住Shape键连选 Ctrl加G 我发音不标准 G的话是这个 这个东西读勾 这个是G Ctrl加G 这样的话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组 这就是它有点像组的 这个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它又比组会更加高级一些 什么叫高级 我们呢可以 不去把 不去把东西塞到它里面去 就你就直接把容器层点出来 它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东西 就长这样子 看不见啥都没有 但是呢 虽然说什么都没有 但里面还是有东西 我们呢把这个容器层放在这个位置 给它把大小呢稍微缩小一下 就覆盖 只要能覆盖整个图标的这个范围就可以 这样就行 你要注意 你的这个范围直接影响了什么 直接影响了你的鼠标点击的这个范围 比如你鼠标 哪怕说放在这个地方点 它能能点中 这个是叫乐区 和乐区的原理呢 是一模一样 你就把它当成是个乐区就可以了 这个对象 然后放上来之后呢 我们双击改名字 这个呢叫发现 Ctrl加C Ctrl点加V 再复制一个拿过来 再双击起个名字 这个呢叫我的 第一个啊 第一个不用管 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第一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 你本来就在第一个 你也跳不了第一个 是吧 所以说我们只要做后面两个就可以 然后把这两个做好之后呢 看下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如何让它去跳转到第二个场景 首先我们先点击发现 点击好发现之后呢 点击这个位置叫添加触发 添加触发这个功能 点一下 手势 什么叫手势呢 其实交互的话呢 分成这么一种组合 就是你要既有一个出发动作 出发动作呢 就是单击 就是你点它一下呗 这叫出发动作 光有出发动作还是不行 它还要有一个反应动作 就你点击它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呢叫反应动作 所以说我们在 在它下面再点击加号 这个呢叫反应动作 那么切换场景的反应的名字呢 叫转场 叫这个 它的名字呢叫转场 那我们就点击转场 转场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会变成一个黄色 变成黄色的原因就在于 你里面没有数据 就它也不知道你要转到谁 它就变黄了 像单击也是 如果说你这边不选 就什么都不选的话 它也是会变黄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干的事情呢 是给转场这个地方 点击 我们把场景换到发现 转场效果就是 它是怎么转过去的一个 视觉表现方式 我们可以给它编成一个叫扩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效果呢 也就做完了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打开预远窗 看一下 打开预远窗之后呢 你看鼠标经过这个位置 只要一点 它就跳转过来 而且里面呢 这个呢叫放大效果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可以看看其他效果 看看这个渐变 点一下 看这种感觉的 这叫渐变 然后再看一下什么叫滑路 点一下 这样子的 这种叫滑路 当然你可以控制它滑路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这个东西你看看吧 开心就好嘛 对吧 基本上墨呢都是 从右到左 这种 嗯 还有什么呢 叫滑出 看一下什么叫滑出 其实方向就 方向是反的了呗 对吧 滑路和滑出啊 方向是完全是相反的 那什么叫跳转 来看一下 什么叫跳转 另外一点 是这种的 就感觉呢 是把一个页面的翻转了 你看就这种 翻了一下 这种 当然你可以控制呢 它的一个都是围绕歪轴 你可以控制顺时针 或者说让它变成一个逆时针 再点一下 这个刚才的方向是反的 就行了 但是像这种效果 我觉得我们要真的要去做一个 页面跳转的这种交互的话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用去用这种东西 因为其实你用这种东西吧 又要怎么说啊 那滑而不实 对吧 而且像这个效果 你让程序员给你做出来 估计它就会心情不好的 对吧 程序员追着砍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就用一个比较正常的 比如说像什么渐变呀 或者说甚至你就改成无 目前上线版本的APP啊 他们这边的效果都是无 就这一点就直接过来了 大家要记住我们做交互的一个初心吧 就是我们做它 其实就是为了给开发那边呢 看一下我们做的效果 包括呢像这个页面 它也可以支持左右滑动 这个左右滑动的话呢 我们会在明天会给大家去讲 容器层的更多使用 就这边也是可以滑的 包括呢像这一堆表情 都是可以支持左右滑动 甚至呢整个页面 它是不是很长 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下滑动 就既能上下滑动 又能左右滑动 就可以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进到发现之后呢 现在就不能再动了 因为你在发现的这个场景内 没有给音乐馆和我的去做交互 所以说它就不能动了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去重复 我们这里所做的一些操作 好 那我这里啊 这样吧 我就给它加个效果好了 加一个渐变 然后我的也是 大家再看一下 如何去添加触发 既然啊 这里面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要先去选中对象 再点添加触发 再单击 反应动作呢是转场 让它转到我的 转场效果 也用渐变 好 这个场景就做完了 我们再切换到 第二个场景 那么切换到第二个场景之后呢 这边是没有我们那个热区 我们这样把第一个画好的热区啊 Ctrl加C复制 给它复制到第二个场景来 像位置都不带动的 只是说我们需要呢 把第二个热区 把这个 给它放在 这个位置 好了可以了 那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 注意你复制的时候 它是允许你呢 把图层复制过来 但是呢 动作 它是复制不过来的 不过也挺好的 反正你的动作 你肯定要重新去加 点击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不点的话 你点击添加触发 点单击 你看它就会变成黄色的 让我们看一下 官方是怎么介绍的 黄点呢 表示某些信息缺失或错误 该交互呢 无法正常执行 就是它也不知道你点的是谁 对吧 所以说它就变黄了 那变化怎么办呢 要么你就在这个地方选择我们的这个发现 我这儿的名字没有改 这个是叫发现 然后再点击反应动作 转场 转到我们的音乐管 用渐变 然后这个 所以说比较方便的做法 你还是要提前先选中 再点添加触发 再单击 然后再点这里 再点转场 它呢是要转到我的 然后呢再看一下第三个场景 第三个场景呢 我们继续Ctrl键加V粘贴 把它动到这个位置 那动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先点击它 添加触发 单击 再点 转场 转到 音乐管 转场效果 渐变 这个呢也是先选中 添加触发 单击 转场 转到我们的这个发现 转场效果 用渐变 你看其实很快的 就你把这个整个操作做得很熟练之后 你就叉叉叉两下子 就能把这个页面 这个跳转效果就做得非常简单 好 然后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整体的 这么个感觉 我们呢先回到场景一 你在哪个场景 你点击一软窗 它就是哪个场景 好 这是场景一 点击发现 跳过来 没问题 点击我的 跳过来 没问题 点击发现 音乐管 发现 我的 发现 音乐管 你看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整体的一个跳转 就这种效果 看就可以了 看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样就可以把页面的一个 页面跳转功能 就可以做出来 非常非常简单 再配合 我们明天呢 会学习页面的拖拽 和页面的横向拖拽 页面的纵向拖拽 那么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出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 这种交互效果了 非常简单 那么做好之后呢 如何和开发那边进行沟通 以及如何把它作为一个交互作品 进行展示 那么PortoPi这个软件呢 它呢 原理呢 是这样子的 你做好之后啊 它是支持录视频 这边有个录制 你就点一个录制 点击好之后呢 再跟平常一样 把这个点一点 这样再点一点 再点一点 点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停止 它会提示你一个保存 我们呢给它存属一下 几个名字 叫我的 第一个 交互作品 你看 存的是MP4这个格式 点保存 它会自己转成MP4格式 然后转好之后呢 看一下 就这个MP4 连一兆都不到 并且的话呢 现在很多设计社区 已经支持上传视频 比如像战库啊 UI中国 对吧 你传作品的时候呢 不单单只是说 只能传什么JPG 什么JIP那些 你传视频也可以的 已经完美支持了 可以双击看一下 就这种感觉 就里面呢 会有一个手势 就这样子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想把它 变成一个JF作品 因为我们在追播里面 就好比说像 像这个 点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从追播里面 找的一个参考图 那它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JF 如果说你希望 你也做到这种感觉 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进行什么操作 你就把我们录好的 这个MP4 这个视频 把它呢 放到AE里面 再由AE呢 去结合我们 一个叫JF滚 这个插件 就可以导出为 我们这个JF 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过程呢 在我们公开课的 第三天会讲到 因为第三天是个 收尾的一个工作 所以会跟大家 去介绍一下 如何呢 去包装 你的这个交互作品 总之大家今天的话 要学会如何去把自己的效果呢 录成一个视频 就可以了 这里面注意一下 Windows电脑啊 Windows电脑的录视频的按钮 是在下面这个位置 就在下面这个位置 然后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录视频的按钮呢 是在上面那个位置 这个你打开之后呢 很明显 就可以看到了 它录制的总时长的话呢 是不可以超过 不可以超过这个五分钟 但是你做什么东西 能弄到这么久 对吧 一般的这种东西 也就个大概 十秒之内差不多啊 也不用做那么长 然后再演示一下 怎么录视频啊 你就先打开 它下面这里 有一个这个选项啊 有个这个东西 这个有点像我们 看视频的快进功能 比如说你想 让这个速度更快一点 你就把这个时间 改的最高是乘二倍 那乘二之后呢 这个速度就快了很多 快的特别多啊 这种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 改的特别慢 这种0.1 但这样子的话呢 它渐变感 过度感就特别慢 这种 它这个地方按钮的意思 就是说呢 会自动刷新 我们的一个 这个场景的效果 所以这里 我们就时刻保持 它选中就可以 不用去关它 那左侧的按钮的意思 就是说呢 刷新当前状态 比如说你的工作区 发生了变化 你看比如说 就像这个意思 我现在回到场景1 把速度调快点 受不了 调到场景1 然后调到这个 场景1之后呢 如果说你把这个 堆钩关掉 你看 你给它画个矩形 画好矩形之后呢 你看这里面 有没有 没有的 怎么弄到它有呢 就点击第一个 刷新 它就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都喜欢什么呢 都喜欢就是说 你这边只要一放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页面 立马刷新 所以说就需要开启一个叫 自动刷新功能 把这个打开 这样的话呢 你只要你自己这边移动 你看你这边只要一动 它也会跟着动 就这种 然后关于像我们这个窗口 你会发现 它经常会被我这个东西遮住 你看一点就没了 比较烦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它右下角 这个位置有一个属性 叫这个 叫窗口之顶 开启之后呢 它就会一直 放在顶部 你怎么点 它都不会消失 就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乐趣提醒 就如果说你忘记 你自己家的乐趣在哪 当你点的不对的时候呢 它会告诉你 这个可以给一些甲方们去看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 也不怎么会用这东西 所以我们给它看的时候 你可以 它要不知道怎么点 你就给它开启这个功能 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呢 是我们的触点类型 默问人的话 用的就是一个小圆点 就这个小东西 一个小圆球 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个鼠标 鼠标的话呢 其实录视频的时候 那个小圆球呢 就没有了 就会变成我们平时的 一个鼠标的一个样子 还是建议大家 用个小触点吧 看这种它有个 点击的那种感觉 恢复原始大小 是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说你不小心啊 给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 你录视频 录出来的视频 边上是黑色的 这种肯定就不对啊 对啊 然后可能确实由于 你不小心吧 调了一下这个大小 所以说 你看人家这个软件呢 也知道你肯定会干这个事 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功能呢 叫恢复原始大小 这样就变成最原始的大小 然后就可以继续去录制 这个视频了 嗯 天罗